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網傳至少有殺人死亡 再有民眾仗在 揭示當局為了控制局勢 動用武力鎮壓 大批務警驅趕示威者 更加用警棍 對手無穿鐵的人 麻城區居民因為不滿被迫 和其公園合併 拍攝拖課經濟 星期二起連續兩天 爆發大規模示威 到星期四事件暫時平息 但是氣氛緊張 有萬聖 居民打電話給維權網站 說區內全面霸市 當局帶走多人 而在鐵盤鎮壓之下 示威者延遲分散聚集 每處大約有60人打遊擊 四散的群眾再加上大批警察 武警等等在街上巡邏 造成交通濟室 另外也有報道說 為了防止騷亂蔓延開去 當局調派幾千部隊 和裝甲車進入萬聖維穩 而重慶市政府在星期三 公佈了八項利民措施 解決萬聖區取消合併之後 所帶來的經濟問題 包括對商家和二手樓買賣市場 質疏稅務優惠 和重整老人和依領福利 當局又強調 會延程在市場裏搞破壞和搶掠的人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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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好